时间来到了上午的9点46分 欢迎回到台股线上 加卷指数要来看到 现在是上涨了8点 来到16453点 今天很明显 在贵买指数的表现还是相对强势 可是特别要来留意到的是 今天在整体的成交量能 可以看到说 目前在量能的部分 是比较低迷一些的 现在估量大概只有2500多亿元 好 在盘式上的观察 我们电话线上要请教到的是 华冠投顾的范震宏分析师 老师早安 最近早 观众朋友 大家早 好 看他说昨天晚上 美股是持续呈现回答 台股今天开低之后呢 刚刚震荡往上走 那么在贵买是率先的油黑翻红 我们观察今天盘面上 其实量能看起来好像比较少 那么当然要先问老师 这个盘式整体的观察怎么看 还有就是在今天族群的表现 可以看到说 在IC设计族群呢 其实还有续墙的力道 那么包括像是在 记忆体族群 今天也有不错的表现 昨天直接跌停板的 这个627次的台药 今天呢 感觉也有指纹的迹象了 老师怎么看呢 好 那先从昨天美股盘式讲起 那昨天美股的部分呢 当然说有几个比较大的力空啊 一个是尾巴的中途嘛 尾巴油价的担忧 那昨天油价值率上涨 那再就是 AI禁令 那像那个美国的MD啊 NV经常昨天都下挫是比较重的 那另外就是公債值利率 昨天又创了这个近期的新高 所以三个力空去加持之下呢 也不能说加持啦 就是互相影响之下 让指数呢 昨天美股是表现比较弱势 不过从技术面上来看的话 美股指数 当然说道琼目前还是 说之前涨比较少 但最近相对来说 也比较相对来说 没有进一步的迫现 那这一班纳斯达克 最近表现比较弱势 不过呢 其实也没有真正去跌破 近期的一些关键点位 所以我是觉得说 美股目前 如果说要很客观来看 因为当然 转线的上市场是有些恐慌的 但是如果客观来看的话 其实美股这边 其实并没有进一步的转弱 没有进一步的转弱 结构上还是比较属于 在扩底的一个阶段 所以就是看一下这一波 不管是尾巴冲突 还是说AI的禁令 还是说相关的殖利率的影响 是不是说短天有机会 让这边的修正 在这一次修正过后 让这个底部打得更扎实 那当然说 不过也是要留意 如果说假设这是扩底 还是失败 因为毕竟最近已经 好几次拔面给我们希望 但是又再次的重击我们 对不对 所以说这一次 如果还是一样 再次的破线的话 致使头部变得更大的话 那其实大家就要留意一下 后续可能就有一些更多的风险 操作上的风险 可能就要大家去做留意 那如果回到台股来看的话 加益指数 今天当然说是比较稳 比较稳盘 当然说比较大原因是因为 而且像昨天台股其实是有领先美股去反应 特别是在AI 还有就是前天美股收盘后 这个尾巴冲突的扩大 那所以今天可能稍微相对来说 指紋一些 那当然因为昨天是大跌 昨天大跌之后 今天我觉得有一些反弹 我觉得都算合理 那重点就是我常常讲 反弹要看量能有没有出来 有没有出现一些比较强势的关键量 但是目前看见量能 目前贵量大概2500亿 看起来是无法形成关键量 那贵买的部分也是 因为昨天在联系的时候 其实我有提到 加益指数 昨天在联系的时候 其实已经有跌破 这个10月11号的低点16567 那我有提醒到说 如果收盘都没有站回的话 可能要留意后 等于说前一波国性廉价过后的转强 这个转强是失败的 那所以等于说 目前其实又回到这个 比较偏工震荡的一个格局 那就看法跟美股是一样的 就是说前低呢 16202这里千万就是不能再破 如果再破的话 如果打海失败 就有空头延伸的风险 那另外就是说 如果16200点再破的话呢 其实就要留意后 就是台股可能也会出现半年的头部 所以这个 相当来说这个位置 其实就相对关键了 因为毕竟16200点过去 两三个月已经守了三次 已经守了三次 所以如果说真的没守住的话 等于说上面就会有包含着大量的套牢 所以这个大家可能要留意的 那至于短线呢 我是个人认为说 大家不要太快乐观的去抢短 我觉得先观察一下盘面的发展 跟族群轮动 因为毕竟在前一波的转强过程中 其实并没有太多的着觉性带起来 那从多楼加速比例来看的话呢 虽然整个状况比例是有在转好 就是多楼加速可能稍微小幅的上升 那空楼加速在之前也有这个些微的下降 可是一直转强的状态不是很顺利 就是虽然说有慢慢在转好 但是并没有转多 我还在提醒哪 并没有转多 那在今天的多楼加速呢 其实空方加速其实是开始有大幅拉高 那目前的数据显示是来到50.9% 那昨天的数据是42.65% 所以等于说经过昨天之后呢 那个整个空方的加速是有上升 所以等于说短线呢 其实是应该要转为更为保守一些的 那另外在长线的多楼加速的话 在昨天也是出现空头加速重新又抬头 所以这部分我觉得也是要留意一下 因为长线的空头加速 好不容易在两周之前慢慢转为下降 可是如果这边又重新抬头的话 等于说先前本来预期要转强的这个气势 整体的中小要集体转强的这个气势 可能就这个火可能就有被焦息的一个状态 所以整体来说短线我比较建议大家 虽然说还没有正式的翻空 头部没有正式的出来 但是转线的盘面变化呢 让这个操作的难度是有上升的 所以大家可能要留意一下 手中的齿骨的这个表现的状况 如果真的有迫现 我还是会建议大家 就是可能做个停准的动作 所以把资金留在手上 避免后面的一个状况 有一些更不好的状况发生 因为毕竟大家也知道 目前总经的状况 其实并没有说到非常乐观 那再加上尾巴冲突的问题 那我个人是认为说尾巴的冲突 因为目前其实一直没有出现 缓解的一个状态 甚至反而还有持续在扩大的状态 那个那当然说对于盘面来讲 未必会造成所谓实质式的经济利空 未必会造成这个经济性的利空 但是问题是在经济的本质上 是有问题的状态下 万一有其他利空来干扰的话 其实会比较担心说 这个市场会放大这个避免情绪 那进而让指数可能出现比较大的头部 这个是展现需要去做留意的风险 所以以上就提供给大家去做观察 好这个部分呢 也提供给大家做参考了 非常谢谢老师 可以看到说呢 那今天在盘面上这个 现在看起来呢 是下跌8点了 那么一样在量能的部分 是稍微比较少一些的 盘面上的变化又怎么看 稍微收视一下